俗话说民以食为天 为了要在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打响名号 无期区一家便当业者在开幕这天 找来知名艺人荒山亮担任起一日店长 不管是招呼客人或是帮忙打菜 全都难不倒他 而不少民众是看到荒山亮本人难得出现 也都抢着排队合照 亲切询问客人需求帮忙打菜 这位戴着口罩的工作人员 其实是知名艺人荒山亮 这天担任起便当店的一日店长 不少民众看到大明星难得出现 都相当惊喜 我看到他在那边夹菜 我觉得说应该是 他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 而且他人很亲切 然后大家跟他拍照 他都一直笑容满面的这样子 而且本人看起来更年轻更帅 很满意的 他是我的鹅像 我认为饭得很出名 来到这里感受大家团队的气氛很好 那些菜我只能这样 虽然掛嘴鱼在那里咳菜 很香 老板当时饭饭了 快点 稍微再来 稍微再来 受到疫情影响 各行各业生意大受打击 因此有便当店就主打经济实惠 像是排骨便当或是控肉便当等 都是百元有兆 而业者也特别招来艺人荒山亮担任起一日店长 并推出一系列优惠折扣 希望借此大享买气 今天很欢迎邀请到 我们荒山亮亮哥 他本身就是在大厨房那里 所以说亮哥他也不容辞 就来这里来参加今天会开没电影 你看这里卫生清洗 东西又好吃 还有铜板价 要做好我们这个地方 不少民众也抓捡机会 与荒山亮一起合影留念 而业者也希望在明星魅力加持下 创造话题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